五神主宰,第五千四百八十三章,拿下他,而在这两道虚影出现的一瞬间,轰,虚空震荡,整个死海都在沸腾,四周的虚空,宛若主妃的开水,恐怖的骇人,四级大帝,是十殿炎帝大人,和五月明帝大人,快跪,在场无数强者,全都第一时间跪服了下去,神色惊恐, 在这两股莫名的大帝神威之下,瑟瑟发抖,从灵魂深处涌现出来了无尽的经济 四级大帝,明界亿万年的掌控者,人的名,树的影 从远古时代,四级大帝便执掌明界,他们威名赫赫,在这无数纪元中,明界还诞生了一些大帝级强者,但从古至今,迄今为止,依旧无人能撼动四级大帝的威名 而在无数年前,四级大帝中的明月女帝,神秘失踪,幽明大帝在明界入侵宇宙海那一战后,也不知踪迹 如今,明界只剩下了十殿炎帝和五月明帝两尊四级大帝,可他们的威名并未因此而减弱,反而是愈发强盛 此刻,十殿炎帝和五月明帝降临,那仅仅是散逸出来的一缕气息,就压制得所有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嗯?空间神柱中,秦晨豁然睁开了双眼,凝视向外界天地,心中感受到了丝丝浓烈的经济 四级大帝,秦晨喃喃开口,眼神凝重 两尊大帝尚未开口出声,仅仅是那降临所形成的恐怖威压,就比石荒大帝的投影,强了何止一星半点 隐隐让秦晨有窒息之感 逃吗?此季秦晨脑海中,九名近空大阵的光点已经被点亮了63个 一种彻底深容虚空的感觉,涌现秦晨全身,让他的肉身,绽放无上的空间神光 以现在秦晨所掌控的镇柱数量,摆脱这九名近空大阵的束缚,已然不成问题 但秦晨的心中,却没有任何想要逃跑的念头 因为,这九名近空大阵,乃是四级大帝所步 可以说,十殿炎帝和五岳明帝,对这九名近空大阵,都有掌控之力 所以,如果秦晨现在逃走,十殿炎帝和五岳明帝的投影,必然会冲出死海,对他一路追杀 四级大帝的投影,何其之强 秦晨根本不敢保证,自己就能甩开十殿炎帝和五岳明帝的追杀 再加上十荒大帝和其他大帝,一旦被惊动 立刻便会从冥界四面八方包围而来 到时候,自己能往哪里逃? 在这冥界之中,想要摆脱四级大帝的追踪,必须出其不意 还剩十八道镇住,秦晨心中难难,眼眸闪烁金芒 一个计划,在秦晨脑海中迅速形成 事至如今,他必须将这九名近空大阵全部掌控,才能有一线生机 不仅仅是为了逃生,秦晨还有种感觉,一旦他能掌控所有的九名近空大阵镇住 对他在空间一道上的掌控,将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提升 念及至此,秦晨闭上眼睛,加快了对九名近空大阵的掌控 嗡! 一股恐怖的空间之力,疯狂渗入四周大阵 秦晨,你还在等什么?难道还没掌控那镇住吗? 现在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此时,四象神魂所在,魔力焦急地看着大阵中的秦晨 整个人宛若热锅上的蚂蚁 妈的!不是说好了掌控镇住就能逃离这里的吗? 现在四级大帝投影都快降临了 这小子竟然还不跑,这是在等什么? 等死吗? 恐怖的大帝威压下,魔力心急如焚,暗自怒骂不已 可他自己又不敢出头,只能缩着脖子 偷偷地躲向四象神魂大阵后方的不起眼角落 生怕被四级大的盯上 这个王八蛋,这下坑死我了 魔力脸色难看的,就跟锅底一样,漆黑一片 不仅是他,四象神魂大阵中,石荒大帝看着降临的两道虚影,目光阴沉,意识没有丝毫喜色 四级大帝降临,好处还能有自己的吗? 哼 终于,众目睽睽之下,两尊大帝虚影降临天地 恐怖的威压弥漫四周,横扫九天十地,如同末日来袭 见过大帝 判官鬼王,修罗道祖,以及在场的所有超脱强者们,都情不自禁低下头颅,急忙恭敬行礼 嗯? 石殿炎帝和五月明帝投影降临后,先是彼此对视一眼 然后目光瞬间看向了死海四周 宛若利剑一般的双眸 第一时间落在了被四象神魂大阵困住的石荒大帝投影身上 哼,石荒? 你怎如此,你怎如此狼狈 冷漠的嘲讽,轻笑声响彻天地 而在看到那四象神魂大阵和祖城大阵的四件准地至宝之后 石殿炎帝和五月明帝同孔中,俱是闪过一丝不经意的力芒 那是,他们当年赐予进入死海囚龙的属下之物 如今,竟是重见天日,出现在这死海之中 怎么回事啊 哼 两人目光豁然看向,催动四象神魂大阵的石像鬼祖四人 那冷力的眼瞳,宛若能看穿一切,瞬间洞穿石像鬼祖几人 令得几人的身躯陡然一颤 控制准地至宝,都变得力不从心起来 他们体内的力量 石殿炎帝和五月明帝同孔微微一缩 在石像鬼祖几人的体内 他们看到了一种迥异于冥界力量的特殊之力 但因为只是一道投影,所以那股力量,竟是一时无法看清 四象神魂大阵,两尊大帝虚影喃喃开口 豁然看向下方修罗道祖几人 此地,究竟发生了什么? 回大帝 修罗道祖和判官鬼王急忙将先前所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 死海中,竟真有人活着出来了 听着两人的传音,石殿炎帝和五月明帝的眸光中 陡然爆射出来一道灵力光芒 死海秘密,极其可怕 相比于其他大帝 石殿炎帝和五月明帝对死海隐藏的秘密,了解得更多 听闻有人竟是从那死海中活着出来 两人心中顿时一惊 大帝 据我等观察 那正掌控九名净空大阵之人 应该为这群人之首领 修罗道祖和判官鬼王急忙说出分析判断 石殿炎帝和五月明帝豁然抬头 一眼就看到了九名净空大阵中的秦晨 他们二人的眼光何其可怕 一眼就看出了此刻的秦晨 竟是已经隐隐掌控了这九名净空大阵的大部分阵主 此子竟是在掠夺我等对九名净空大阵的掌控 且此人体内的那股空间之力 石殿炎帝和五月明帝 感知到秦晨身上流露出的空间之力 眼眸中同时露出一丝震惊 这几乎是不弱于我等的空间之力 此子身上绝对拥有死海中的一部分秘密 石殿炎帝和五月明帝对视一眼 莫名的两人瞳孔中据是闪过一丝激动火热之色 谁能拿下眼前那小子 谁就能获悉死海中的一些秘密 拿下他 石殿炎帝和五月明帝 目光中齐齐闪过一丝贪婪 几乎是同一时间出手 轰隆一声 两道迷蒙的手掌宛若天目一般骤然浮现天际 对着前面九名净空大阵中的秦晨 便是狠狠抓涉而去 争分夺秒 两人都对这死海秘密极其感兴趣 自然都想将秦晨拿入自己手中 哼 看到对方都在第一时间出手 石殿炎帝和五月明帝 不由冷哼一声 目露冷光 两人尚未抓住秦晨 他们的力量在虚空中便是狠狠碰撞在一起 惊得天地都直接撕裂崩溃 宛若末日来袭 退 快退 四周无数超多强者 面对如此恐怖的冲击 吓得面色发白 一个个急忙后退 轰隆一声 众目睽睽之下 石殿炎帝和五月明帝的大手 狠狠抓涉在那九名净空大阵之上 嗡的一声 那九名净空大阵之上 陡然荡漾起一道无形的空间屏障 竟是阻拦在石殿炎帝和五月明帝攻击之前 嗯 此子对九名净空大阵的掌握 竟是到了如此地步 石殿炎帝和五月明帝目光一闪 暗暗心惊 因为他们都看出来 秦晨一身修为 并未夸入大地境界 却是将他们锁步 能困住大地及强者的九名净空大阵掌控 这是何等手段 此子身上秘密之强 绝对非同一般 哼 拿我等锁步大阵阻拦我等 可笑 一声冷笑 石殿炎帝和五月明帝 嘴角勾勒嘲讽 一道无形的气息 从两人投影中 齐齐散逸而出 瞬间掠入那九名净空大阵之中 哼 下一刻 九名净空大阵中 九九八十一根空间 阵住齐齐浮现 其中每一根空间 阵住深处 都涌动出来一丝大地之气 正是十殿炎帝和五月明帝 被封禁的大地气息 此际 这丝大地之气刚一散逸 秦晨原本掌控的七七八八的 九名净空大阵 便是一阵晃动 隐隐间 竟是要摆脱他的掌控 果然 秦晨瞳孔收缩 虽然自己掌控了 大部分空间阵住 可十殿炎帝和五月明帝 若是出手 定能在极短的时间里 就夺回自己的控制权 他连催动空间之心 嗡的一声 无形空间之力弥漫 瞬间将九名净空大阵的 掌控权再度夺回 而在这拉扯之间 十殿炎帝和五月明帝的攻击 却是已然穿透大阵屏障 轰然抓向了他 而有点像远夹人并不觉得 有点像远备 有点像远备